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一兰拉面。 一兰拉面是日本一家享誉盛名的拉面连锁店,以其独特的汤头和风味闻名于世。 该品牌的成功不仅源于其出色的拉面制作记忆,还与其丰富的美食历史和深厚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本文将带您深入了解一兰拉面的源起、发展和文化背景,以及其对日本拉面文化的影响。 一,缘期与发展。一兰拉面的源起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的日本福岗市。 当时的福岗市以丰富的饮食文化而闻名,而拉面也是当地的一项特色美食。 在这样的环境下,创办人河本一兰决定开设一家独特的拉面店,将自己独特的拉面汤头秘方与众人分享。 河本一兰在经营拉面店的过程中,逐渐完善了自己的汤头配方,注重汤底的浓郁与风味的平衡。 它采用了大量的猪骨、鸡骨和各种香料,并以长时间的熬煮使汤头达到极致的鲜美。 这种独特的汤头成为一兰拉面的核心竞争力,也奠定了该品牌在日本拉面界的地位。 随着一兰拉面在福岡市的成功,该品牌开始扩展至其他城市。 逐渐的,一兰拉面的名气达到了全国性的规模,成为了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拉面连锁店之一。 如今,一兰拉面不仅在日本国内广受欢迎,还在世界各地设立分店,成为了国际性的品牌。 一兰拉面的成功关键在于它不仅注重汤头的独特性,还将顾客体验放在首位。 一兰拉面的店铺设计简约而舒适,带有怀旧的氛围,让顾客感受到温暖和亲切。 此外,一兰拉面还提供私密的用餐空间,让顾客可以独自享用美味的拉面,无需担心被打扰。 另外,一兰拉面还强调了自家面条的独特性。 他们使用自家制作的细致弹性面条,让顾客能够更好的品味汤头和配料的风味。 面条的独特口感也成为一兰拉面的特色之一。 经过多年的发展,一兰拉面的品牌形象和知名度不断提升。 他们以高品质的汤头,独特的面条和独特的用餐体验赢得了众多忠实顾客的喜爱。 一兰拉面的成功故事不仅是一个美食品牌的传奇,也是日本拉面文化发展的一部分。 2.文化背景 日本拉面文化 拉面是日本最受欢迎的传统美食之一,也是日本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拉面起源于中国,于20世纪初传入日本。 随后在当地经过演变和创新,形成了多种风味和风格。 不同地区的拉面有着独特的汤底和配料,代表了当地的风味和文化。 福岡拉面 福岡拉面是日本拉面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其鲜艳的汤头和独特的细面而闻名。 福岡拉面的汤底通常以豚骨汤为基础,搭配酱油或味噌等调料,味道浓郁丰富。 而福岡的拉面面条则细而有弹性,能更好的与汤头相融合。 一兰拉面的特色 一兰拉面在福岡拉面的基础上进行了独特的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该品牌的汤底浓郁鲜美,面条细致有嚼劲,配料丰富多样。 此外,一兰拉面还将汤头的秘方视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坚守着传统的制作工艺和秘密配方,为顾客提供高品质的美食体验。 三,一兰拉面的影响,推动了福岡拉面文化的发展。 一兰拉面作为福岡最知名的拉面品牌之一,对福岡拉面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它的成功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关注福岡拉面,带动了福岡市拉面业的繁荣和多元化发展,影响了日本拉面连锁店的发展。 一兰拉面的成功也对日本拉面连锁店的经营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兰拉面提出的汤头秘方和独特的口味,激发了其他拉面连锁店在汤头制作和口味创新上的努力,进一步丰富了日本的拉面文化,彰显了日本饮食文化的多样性。 一兰拉面的成功也反映了日本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日本的饮食文化以其细致的料理技艺和对食材的严选著称。 而一兰拉面的汤头和配料结合了传统和创新的元素,展现了日本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和融合性。 结论,一兰拉面以其独特的美食历史和文化背景成为了日本和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拉面品牌。 它的成功不仅源于其出色的拉面制作技艺,还体现了福岡拉面文化的发展和日本饮食文化的多样性。 透过一兰拉面的故事,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欣赏日本的拉面文化。 感谢您收看这段影片。 如果您喜欢这个内容,请务必按下订阅按钮。 我们下次见。